我出生卑微 但不卑贱 我天生胆巧 但不笑笑 我不爱读书 但总不认输 我不想学无 但短修上无 我虽不专一 但不抛弃 我缺少豪气 但讲义气 我不是英雄 但谁是英雄 我不是天明 但这是天意 千里姻缘一生子 发泪血龙一肚子 旧肉朋友一桌子 兄弟姐妹 一家亲的音乐也顺着 发泪血龙一桌子 旧肉朋友一桌子 兄弟姐妹一哥 我出生卑微 但不卑贱 我天生胆巧 但不笑笑 我不爱读书 但总不认输 我不想学无 但短修上无 我虽不专一 但不抛弃 我缺少豪气 但讲义气 我不是英雄 但谁是英雄 我不是天明 但这是天意 万事流放一垂子 千古遗憾一不自 共鸣富贵一阵子 美眷如花一辈子 金子 金子 我 别还不理 谢谢孙子 这个燕儿永远会活得好好的 反而是那个无英雄 要逗为了 这种猪眼 你看人好好的 这里放下 很转眼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送送贵公公 好啊好啊 那 善儿姑娘 我就先告辞了 贵公公先留步 这麒麟玉佩 怎么会在你这儿 是有一天 我在康亲王府门口捡到的 双儿在康亲王府做丫鬟 侍奉的全都是达官贵人 做事自然要小心谨慎 贵公公第一次来府上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块玉佩 捡到了 自然会替贵公公留着 说白了 那就是缘分呗 且不说你这么细心地观察出 是我身上有这块玉佩 就冲着恰恰是你 是你双儿捡到了这块玉佩 那这说明了 我们俩之间的缘分 那可是老天爷的安排啊 是不是 贵公公你说笑了 双儿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 只可惜这块玉佩 是皇上赐给我的 要不然我就转送给你了 不不不 君子无故 欲不离身 还是贵公公妥善保管 不要再给弄丢了 是 谨遵双儿吩咐 贵公公不是要抓紧时间 去找线索吗 可别在这儿耽误了您的正事 是是是 那我回头啊 专门来登门拜信 那我走了 今天啊我还在跑好几家棺材铺呢 贵公公慢走 那我走了 杨总兵 贵公公说 这个事情不是皇上干的 你相信吗 我不信 我在想 皇上是在玩两面手法 他先把小王爷劫走 挂个假人头吓唬吓唬我们 然后 假装忙乱一番 找出乱党 再把小王爷还给我们 到那个时候 我们还要千恩万寇地去谢谢皇上 挂羊头卖狗肉 那如果皇上真的 他不愿意把小王爷还给我们 我们怎么办 这回云南也不是 只有待在北京等死了 所以我在想 此刻小王爷 应该在宫里 八冷行 你留在府中 我决定去皇宫探个究竟 我跟你去 人去多了 容易引起注意 那个皇宫我跟小王爷去了好几次 所以地形比较熟悉 就这么说定了 好 小心一点 Así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谁 抓住他 快 不加尘 来 爽啊 你给我机会练一下啊 上了上了 别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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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已经抓住了 别抢 多大哥 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刚刚我们把刺客给抓住了 什么呀 他想用木甲犬蒙骗我 又不够火候 差我一点点了 他故意这样装 我真想知道 他究竟是谁 把他拉起来 走 你过来点 你过来点 过来点 这 杨总兵 杨大哥 这这这 放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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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放放 我说杨大哥 你怎么跑到宫里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府中等我消息吗 杨某相信小王爷应在皇宫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主子不在身边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你要我怎么相信 你你你 杜总管 皇上被吵醒了 要我来问问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这这 贵公公 你 过来 你 过来 给我 我这你 就那么大声 拿着 贵公公 我求您让我见皇上 我想当面求他开恩 这这 爸 小分子 等一下我跟你去面见皇上 贵公公 麻烦你带杨总兵到尚书房等我 走走走 杨大哥 既然你想见皇上 行 兄弟我就带你去 不过 你要冷静 来 奴才叩见皇上 皇上万福今安 罪臣杨义之 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罪臣不起 除非皇上 答应放了我们家小王爷 你就是平息王府总兵 杨义之 罪臣是 你深夜潜入宫中 就是为了找到你们家吴世子 没错 请皇上开恩 朕已经让贵公公 向你解释得清清楚楚 你为什么还要口口声声地 向朕要人 可是罪臣认为 此事还是皇上所为 好 那朕现在亲口跟你说 不是朕做的 现在你相信了吗 杨总兵 你就放心吧 皇上已经吩咐我和多宗馆 全力搜查 务必要找到小王爷的下落 起纵皇上 罪臣身为平息王府总兵 敢以性命担保 我家王爷 绝对一心效忠朝廷 绝无反意 这些都是那些憎恨王爷 心怀前名的不轨势力 胡乱造谣 无中生有 请皇上切勿相信 朕相信平息王 赤胆忠心 忠于朝廷 至于那些流言蜚语 朕是不会相信的 皇上圣命 那请皇上赶紧放了我们家小王爷 你怎么回事啊 听不懂朕说话吗 朕说了不是朕做的 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皇上 君无戏言 你身为一国之君 怎么能如此玩弄臣子 我们家世子进京朝贡 却凭空消失 只让天下之人 怎么看待皇上 住口 不可理喻 口出狂言 轮得到你来教训朕啊 来啊 将他拖出去斩了 是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了 皇上 念得杨一之救主心切 才会口不择言 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 还请皇上息怒 皇上 你可以把我给砍了 但请你放了我们家小王爷 你闭嘴吧你 把他押入大牢 听候发露 赵 赵 来来来 快快快 放了小王爷 放了小王爷 皇上 那个 他 朵龙 吩咐看守侍卫 李玉阳送兵 吾皇 英明 英明 这里面 都是些香烛 金纸 全都是最好的 我也只能做到这些 来表达我的诚意了 谢谢你啊 好哥哥 好妹妹 不是我不带你们出去啊 今天又出大事了 皇宫里是乱成一片 根本就没有机会 放你们逃出去 我知道的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那就好 那就好 又出什么大事了 又有刺客 有个不该死的人被杀了 谁啊 吴英雄 你们这是什么反应 你说错了 你说的是不该死的人死了 没错呀 吴英雄该死 他怎么能该死呢 那么一个大好青年 就这么英年早逝 实在是可惜啊 你们是不知道 这一大早 吴英雄的人头 就挂在城门楼上 全城老百姓都吓坏了 吴英雄的人头 挂在城门楼上 是啊 不对 什么不对 怎么不对 好妹妹 好老婆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们沐王府有关 是不是你们干的 肯定不是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我们曾经 打算要拿下吴英雄 我寄慕老公也 为他报仇血恨的 所以说 你们听到了这个消息 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是不是 可是把他的头 挂在城门楼上 那可就意外了 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是谁这么干的 是谁这么干的 这摆明了是要嫁祸给小玄子 让吴三桂起兵造反 到底是谁干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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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京城的棺材铺我都跑遍了 就是没有发现 跟沐老公爷忌日有关的线索 看来 五十一刻 沐建生就会杀了吴英雄 到时 皇上就准备跟吴三桂打仗喽 这边是 乖公公 庄儿 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找我 我有话跟你说 不过这里人太多了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吧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 小官 您啊 这这就那 好好好 小儿 上壶茶 来喽 一壶茶 走 小儿 快点 马上来 马上来 小官 谢谢 您的茶 慢用 来来来来 我帮贵公公 查到了一家奇怪的棺材铺 真的吗 这家棺材铺没有招牌 不做官府的生意 只有行走江湖的人才会知道 那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 因为双儿的家不在京城 但是双儿的爹庚爷爷得罪了权贵 在京城处斩 当时铺师荒颜 无人敢替他们收拾 就是这家棺材铺帮忙料理的后事 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权贵 告诉我 我帮你报仇 还是贵公公的事比较重要 我今天去了这家棺材铺 看到了一个灵牌 上面写着 前国公 穆老公爷 天波之灵位 所以我就赶紧来找贵公公了 双儿姑娘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找这个 我 双儿姑娘 你真的是冰雪聪明啊 在哪里啊 贵公公要先答应 答什么 我是个公公 我要是答应你 那不是耽误你一辈子的青春吗 不过 我很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不是的不是的 贵公公 我是要你答应 不能伤害慕王府的人 这言双儿姑娘你发话了 那行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不伤害他们 地址在这儿 田水井 胡同 田水井 胡同 要走 双儿 伍永元这件事 牵扯太大了 这少有不慎 不仅一边要杀我 搞不好两边都要杀我 啊 双儿 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不会的不会的 贵公公俯大命大 而且帮老百姓铲除了傲拜 一定会有福报的 一定不会出事的 我真的不会出事 真的不会出事 那太好了 太好了 地方知道了 田水井糊涂 时间知道了 五十 但是 叫谁去救吴英雄呢 要是告诉多龙 他一定率一万精兵 把沐王府的人砍成豆架 要是我亲自带兵去救 是可以下令不杀沐王府的人 可是消息一定会传到师父耳中 让师父知道 我去救那个大奸贼的儿子 肯定用邦规 把我处决了 有了 贵公公 各位兄弟 辛苦辛苦了啊 贵公公 好好好 皇上 让我来问话 你们先在外面等着吧 这儿 那人武功高强 贵公公小心 我知道 他不敢动我的 把钥匙给我吧 来 杨大哥 我们皇上 带你还是很不错的 这牢里面还给你织了张床 也没有给你带手铐脚铁的 贵公公 如果你这次来 是想用谎言继续骗我的话 那你出去吧 杨某人宁愿死在这个大牢里面 杨大哥 我敬你是一条汉子 可以为了主子牺牲自己的命 杨某人宁愿死在这个大牢里面 我也是一个 为了自己的主子 可以牺牲自己性命的人 最近 我看到皇上 为了吴世子失踪的事 那是彻夜难免 我就想啊 我应该为皇上分忧 帮他做一点事 杨大哥 你说 我要是能找到你们家主子 你愿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啊 你找到他了吗 那就得看你 愿不愿意相信我 我相信你 好 哎呀 劫走小王爷的 是慕王府的人 他们要砍了小王爷的脑袋 来祭奠慕老公爷 这件事啊 只有我知道 但是我不说 那是因为我有苦衷啊 慕王府里 有我一表哥 如果我派兵去救世子 那他也得跟着死 所以 我就想把这次 赵子龙救少主的功劳 让给你 我现在呢 就放你出去 你带着家将 把小王爷给救出来 如果能成功 我想 皇上应该不会怪罪于我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得答应我 那就是 不许杀慕王府里的任何一个人 怎么样 好 贵公公 我答应你的要求 如果这次 真能救出小王爷 杨某人这辈子 听贵公公差遣 杨大哥 严重了 那你 你 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我愿意 来来来 虎兄弟 你进来一下 在 贵公公 有什么吩咐 没啥吩咐 我问他些话 想请你啊 做个见证 好的好的 贵公公 杨大哥 现在我带你越运 杨大哥 现在我带你越运 你这臭小子 这么好玩的事也不告诉我 快点带我去看 嗯 快跟我慢走啊 来 请 走 走 放开 走 滚下 滚下 你们敢动我半肝寒暴 我爹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你还敢提你爹 就是因为吴三桂那个狗贼 害死了我爹 我请爹 我要拿你的人头 来祭我爹的在天之灵 利昂 你没那个胆 爹 爹 海儿不孝 至今未能帮您报仇 今日正方您寄日 请得奸贼吴三桂之子 吴英雄 一戒手机 供奉于爹爹灵前 辽义未见 爹爹在天之灵 走 好 走 老公爷 属下无能 苟活多年却一直不能够首任奸贼 今天 把这个奸贼之子斩首 愿老公爷的在天之灵保佑我等 早日首任吴三桂 得以报仇血恨 小公爷 到 血债血偿 无英雄 你受死吧 比较 小公爷 快辞 快辞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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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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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快 走 谁走漏的消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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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找一个小龙 小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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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回宫 找谁找谁了 找他了 走 走 回宫吗 张大哥 可算找到你了 赶紧回宫吧 皇上急着找你呢 走 你为什么要放了杨逸致 皇上恕罪 奴才冒死放了杨逸致 是为了要救吴英雄呢 什么 救吴英雄 教得没有 一些安全救出来 小柜子 你真的把吴英雄救出来了 怎么救的 奴才呢打听到了消息 说是沐王府的人抓走了吴英雄 要在今天正午 杀了他 祭奠他们的沐老公也 可恶 又是沐王府 这次啊 他们的隐藏地点十分隐蔽 是在一处民宅之中 奴才心想 若是派大批的官兵去包围 那极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遇尸俱焚 于是奴才心里又想 这杨逸芝的手下 都是高手 不如 派他们去救他们的主子 我相信他们肯定会 全力以赴 救出主子的 由于时间紧迫 奴才来不及揍报 便自作主张 把杨逸芝给放了 奴才还犯了一件死罪 假传圣旨啊 说要他去救吴英雄 是皇上您的主意 救皇上降罪 奴才纵放侵犯 又假传圣旨 这两相都是死罪 须将脑袋砍下来之后 再把脑袋接回去 再砍一次 纵放侵犯 假传圣旨 理应当产 但你救了吴英雄 维护了天子的尊严 免去了一场战争 你的功劳 大于过失 你说 要朕赏你什么呀 皇上 您能免去奴才两相死罪 这已经是天大的赏赐了 奴才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你要不是个太监啊 朕就赏你个大官做作 这大官 就不能待在皇上身边 伺候了 两相比较 奴才宁可做太监 师姐 师妹 你终于出现了 你再不来 只怕我会越来越危险了 怎么说 那个小太监屡见其宫 皇上对她越来越宠爱 我怕哪一天她兴奋起来 就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 师兄啊 已经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 我来这儿的目的呢 就是要解决的那个小太监 是吗 没错 在宫里头耳目中多 我怕我出手不方便 交给我吧 嗯 桂公公 桂公公 桂公公去哪儿了呀 这个 不知道 兴许在尚书房吧 你跟她说 上回啊 太后派四位公公去传她 但是这四个人都死了 太后问这事呢 要她立刻去慈宁宫 解释清楚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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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禀皇上小柜子求见 传他进来 这儿 传 传他 奴才 叩见皇上 皇上万福今安 过来 你看 吴英雄这就上表感恩了 你干得不错 是吗 算了 你也看不懂 那都是 皇上的龙恩啊 奴才这次来打扰皇上圣安 实在是情非得已啊 怎么了 上次皇上吩咐奴才 放走刺客 追查反贼的政主 奴才正在大牢里办这件事呢 刚好 太后派三名公公 要传奴才去 皇上曾经吩咐过奴才 刻意杀两个侍卫 不过 当时的侍卫有八名之多 要是随随便便就让奴才给杀了 那还能称其为侍卫吗 所以奴才 就拿软狮子捏 把那三个公公给杀了 把责任推到了他们身上 哦 所以放走刺客这件事 太后背了黑锅 奴才该死 那三名刺客 真是狡猾得很啊 正如皇上所说 如果不杀几个人 不足以取信他们 奴才当时 真是生死一心 久死一生啊 所以才会出此下策 然而刚才 太后 传人来召唤奴才 说是要追究此事 这样吧 一会儿呢 朕取慈宁宫 给太后请安 您也一起去 朕把这件事情的来龙 去脉 跟太后说清楚 就说这是朕的主意 奴才 老皇上上驾 实在是敢进不进 罪敢万死 你做事 这么忠心 这么利索 因这件事情获罪 朕心里过意不去 多谢皇上隆恩 别演 走吧 这 原来是皇上吩咐你这样做的 没错 这都是儿臣的意思 小柜子是怕功败垂成 所以才这么做的 还请太后不要怪罪于他 既然现在查出 主谋就是云南穆家的人 那小贵子 你又立了一个大功了 回太后 这全是皇上他料事如神 奴才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皇上吩咐的 小贵子 你这么喜欢玩 难道也是皇上教你的吗 最近有没有到天桥那边 卖冰糖葫芦吃啊 回太后 最近天桥那边不是很太平 九门梯都 把卖冰糖葫芦的人 全都给抓起来了 说是其中有什么坏人 所以现在卖冰糖葫芦的人 全都改行了 卖酸枣卖烧饼什么的 其中有的人 龙子还认识 我听说 他要去什么五台山 六台山什么的 弄些和尚式的素馒头 回来卖 皇上 小贵子办事能干 人又机灵乖巧 本宫真的很想 把他留在我身边伺候我 你觉得怎么样啊 皇上 你的意下如何啊 小贵子 太后如此赏识你 还不赶快谢恩 谢太后恩典 谢皇上恩典 小贵子 以后御膳房的事 你就不用管了 你留在慈宁宫 伺候本宫就是了 小贵子 从今以后 你就在这儿好好侍奉太后 是 皇上 太后 如果没有什么事 儿臣先告退了 好啊 你先回去吧 小贵子 在 你留下来 本宫有事要吩咐你 你刚才所说的 那个买卖素馒头的人 几时回京城啊 奴才不知道 奴才只是和他约在 一个月后见面 在哪里见面呢 奴才也不知道 他说他到时候会通知我的 那好啊 那你就乖乖地留在慈宁宫里面 等他通知你吧 柳爷 奴必在 太后有什么吩咐 小贵子聪明伶俐 本宫很喜欢他 可是他太喜欢玩了 到处乱跑 你看看有什么法子 可以让他乖乖地 不再乱闯乱跑了 奴婢觉得吧 应该把他的双腿给砍掉 这样他就不会再乱闯乱跑了 拿开你的臭脚 我现在就把你的脚砍下来 看看到底有多香 太后 你要是把我的脚砍下来了 谁去找报信的人呢 我派人抬你去 好啊 砍吧 最好把我的头也砍下来 大不了挨家 可是 你们永远也别想再看到四十二张经啊 拿开 拖起来 你 什么四十二张经 我现在又不想说了 你现在就跟我说 我 我说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我为什么要说 你说出来就不杀你 你的话我才不信呢 你说话最不算数了 我就让你一辈子都看不到四十二张经 我让你找一辈子 我看不见你也看不见 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 等等等等 等等 我说我说我说 那四十二张经 是什么样的 红色面 香白边的 对不对 谁给你的 是瑞夫总管给我的 瑞夫总管说呢 这皇宫里面有很多坏人 所以让我把他给藏起来 如果有人要害你呢 就让害你的人 永远都看不到 这四十二张经啊 柳燕 在 跟着他去拿经书 拿到经书的话 放他回到皇上身边 千万要小心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知道了 走 好 这个臭婆娘应该不是宫里的 连路都不熟 这条路是一直通到皇上进宫的 到时候我就大将皇上救命 这边这边 来 贵公公 贵公公 您要见皇上 小的帮您通传一声 贵公公 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您是要回上山见的 对吧 上山见哪 上山见在那边哪 多谢 贵公公 对对那边那边 快带走 你这个臭婆娘 死八婆 你 终有一日我叫你不得好死 你给我闭嘴 对去 经书在哪里 快给我找出来 在 我没空陪你玩 经书在哪里 给我找出来 你退我干什么呀 你就不能斯文一点吗 有什么事慢慢商量 对不对 找 别再跑了 你再这么动手动脚 会找了我思维的 磨磨蹭蹭的 我没功夫陪你 我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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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放开放开放开 你这个人呢 这么着急忙慌的 我记得在床底下 我翻翻看啊 磨磨看磨磨看 我好像摸到了 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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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给你呀 你敢跟我耍阴的 今天就掐死你 好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个恶女人谁啊 怎么那么凶 好 好 那个太后老妖婆的手下 牵住了伤口 没事吧 还好 谢谢你们 你们俩对我这么好 我真想让你们在这里 多住几日 可是不行啊 过不了多久 太后那个老妖婆 一定会再派人来杀我 不行 咱们得想个法子逃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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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是英勇 我为你几股温柔 渴望与你轻起时久 渴望共你月满西楼 渴望陪你共成名就 渴望有你无仇无忧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不潇洒也不优秀 偏偏被你的怀意的好引游 死心塌地为你哭给你走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被王子也被高手 恰恰被你的家你的真迷惑 几生几世长相守所求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不潇洒也不优秀 偏偏偏被你的怀意的好引游 死心塌地为你哭给你走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飞王子也被高手 恰恰恰被你的家你的真迷惑 今生今世长相守所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